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听老贾讲财务 我们继续来进行 财务成本管理这门课程的基础经讲班的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 股利分配 股票分割和股票回购 作为本章来讲的话 也是我们考试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章 这章内容和其他章节联系没有那么紧密 独立性还是比较强的 在本章里面主要考核的内容有哪些呢 一个就是关于股利理论的基本观点 这里面就包括股利的无关论 股利的相关论 股利相关论里面还有一些不同的理论 把这些基本观点需要关注一下 三有呢就是股利政策的不同类型 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有什么缺点 在不同的这个股利政策类型下 它这个股利支付额怎么去计算的 要把它掌握清楚 接下来呢就是在制定这个股利分配政策的时候 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某一些因素给你之后 你要能够判断出来 我们应该采取的是高股利支付呢 还是低股利支付呢 再有呢就是关于这个现金股利呀 它和这个股票回购相比较 有什么这个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再有呢就是这个股票分割 股票股利 这两者相比较 有什么这个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再比如说 像这里面的这个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两者呢再做一个比较 有什么一个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面呢 在比较这个异同点的时候 主要是讲它的财务影响啊 这个需要把它重点关注 作为本证来讲的话呢 它考试形式 我们说主客观题呢都会涉及到的 像19年的时候呢 曾经考了一个主观题 本来这个出题人是想送我们分的 结果呢我们有太多的考生 对主观题呢打得也不太理想 结果福尔明拿着手 这个19年没通过 20年呢这个又沉下去了 这个21年的时候呢 最后打得又不理想 所以说现在还在继续这个学习这个财管 我们有太多的考生 可能就是因为财管这门课程 导致了其他课程的轮回 就是希望我们今年呢 这个各位考生 能够对我们的财务管理这门课程 能够顺利过关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结束了这种轮回的过程 在本身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还是以这个客观题为主吧 预计分值呢 我老讲估计呢有五分左右 对于本章内容呢 这个以往年度在考核我们的时候 都考核了哪些点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鼓励理论和鼓励政策 这个值点里面 其中一块呢就是关于这个鼓励相关论 它有不同的理论嘛 各个观点有个比较 再有就是鼓励的无关论 它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这就是考的客观题 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胜于鼓励政策下 这个鼓励支付额是怎么算的 再有就是关于这个胜于鼓励政策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一说特点的话 这里面就包括有优点了 有缺点是吧 再有就是我们四种鼓励政策 它这个不同类型 这个优缺点的比较 这个呢我们说在客观题里面 都是比较常见的考核是吧 那么再有就是这个鼓励政策呢 在这个时候呢需要考虑哪些影响因素 就是某些影响因素呢 它对鼓励支付比率是怎么影响的 应该采取高鼓励的支付比率呢 还是采取低鼓励的支付比率呢 这是要重点把握一下 19年的时候呢考了这么一个主观题 就是在四种鼓励政策之下 让你计算一下那个鼓励支付的比率 那鼓励支付比率不就相当于是 把每一种鼓励分别政策下的 那鼓励支付额算出来 然后再除以当年的净利润 那不就是鼓励支付比率吗 所以说呢这里面其实怎么样 就是一个鼓励支付额的算法 再有呢就是文字说明的 这四种鼓励政策 各有什么优点呢 有什么缺点 你看这题应该是很基础吧 当年的考试这八分题 我们有太多的考试呢 也没拿到手 再有就是关于这个医鸟在手理论 它的这个基本观点属于什么 这个医鸟在手理论呢 我们说它是属于这个鼓励相关的观点 是吧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 关于这个鼓励的种类呀 支付程序呀 还有这个分配的方案 这里面呢 其中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鼓励种类里面 这个财产鼓励是什么意思 基本概念的考核 那么再有就是关于这个 出权参考价格是怎么算的 你看这个考的频率都比较高是吧 既可以在主问题来考 也可以在科问题里面来考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先进鼓励呀 股票鼓励 股票分割 还有这个股票回购 他们这种财务影响的比较 关于这个股票鼓励和股票分割的比较 就是有什么这个相同或者是不同地方 这是我们要重点建议关注 再来就是股票回购 股票回购呢 它给企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呢 我们说这个过去都是考的客观题是吧 那我们呢 你从这个主观的文字说明角度来讲 也把它记一记啊 比最后说在考我们文字说明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这种简答性的题 最后怎么样 你又答不出来 那不就麻烦了吗 是吧 把那条款记一下 再来就是这个19年的考的这个主观题 当时这个两套券嘛 对吧 这是另外一套券 关于这个先进股利和这个股票回购 他们的一个一同比较 再来就是股票鼓励和股票分割 他们的一个一同的比较 这题应该也很基础是吧 再来就是关于这个股票反分割呀 还有股票分割呀 那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财务影响 这是从这个客观题来考虑我们的 其实我们说作为本账来讲的话呢 应该说比较基础 难度呢也没那么大 就按照我们这些 涉及到这些重要的指点 把它弄清楚搞明白就足矣 就能够顺利的拿到分支 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张的一个整体的知识框架 我们借助于这样的思维导图呢 把它来熟悉一下 这些常规的重要考点呢 注意我们的小掏心在什么位置 是吧 首先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鼓励理论 还有这个鼓励政策 关于鼓励理论呢 我们说有这个鼓励物观论 还有鼓励相关论 各有什么观点 特别是这个鼓励相关论里面呢 还有不同的理论 它的描述 虽然抽象一些吧 但是我们掌握的时候呢 你就掌握那个结论就可以了 这个过深的地方呢 也不用去纠结它 是吧 接下来就是关于鼓励政策 不同的类型 我们这里面呢 有这么四种鼓励政策类型 每一种鼓励政策类型 掌握的时候呢 掌握的点是一样的 就是基本概念得搞清楚 是吧 那个概念呢 其实就是计算鼓励支付额的依据嘛 把概念搞清楚 再来就是每一种鼓励政策呢 它的优点呢 它的缺点呢 注意就可以了 下面就是鼓励政策的影响因素 就是有哪些影响因素 这些影响因素呢 是如何来影响鼓励分配政策制定的 哪些因素呢 我们说会导致鼓励支付比例提高 哪些影响因素呢 会导致鼓励支付比例的降低 这个呢 我们要特别大家关注 接下来呢就是关于鼓励的种类 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吧 有四种鼓励的这个类型 基本概念搞清楚的配料 在这个鼓励支付程序里面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几个时点 你比如说这个鼓励的宣告日啊 鼓权登记日 再来就是这个除夕日 再来就是比如说讲这个鼓励的支付日等等 这里面呢需要重点把握一下这个股权登记日 还有初夕日啊 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 接下来呢在这个鼓励分配方案里面呢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股票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 这个呢我们说在这个主观地下 客观地都要考我们的啊 把这个基本公式要会运用的 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股票回购啊 股票分割 这里面我们在掌握的时候呢 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里面的这个股票分割呢 我们说要把它和这个股票的鼓励 要进行一个比较 就是从它的财务影响上来讲的话 有什么这个相同还有不同地方是吧 那么同样呢我们说这个股票分割呢 你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反分割 这个呢也同样注意一下 他们的一个财务影响上的区别是吧 这个股票回购呢 你主要呢把它和这个现金鼓励的这个发放 有什么这个相同啊 还有不同地方要做个比较 主要是围绕这些点呢 去把握一下就可以了 一定要注意呢 我们这里面的小淘心所在的位置是吧 因为它是表示呢 我们这一章里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考点嘛 重者横重是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细节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鼓励理论 这个鼓励理论呢 我们说包括这个鼓励的无关论啊 还有就是鼓励的相关论 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鼓励的无关论 这个理论的提出呢 它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设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基本假设呢 注意啊像这些东西选择题里面都可能会考我们的啊 首先一个呢 它说这个公司的投资政策已经确定好了 并且呢这个投资政策怎么样 已经为投资者所理解 你比如说我在投资某个领域 投资某个项目 这是确定好的 投资者呢对于我们的公司的这种投资政策的选择怎么样 也能够理解 这个投资项目不错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股票的发行费用啊 消业费用啊 这个是不存在的 另外呢 它说也没有公司所得税 没有个人所得税 对于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呢 我们叫做完美的资本市场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叫做无摩擦的资本市场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块叫什么 叫完全市场理论 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叫完美的市场理论 就是因为这个过于理想化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现实的资本市场里面 这些怎么样都是不存在的 对吧 你说我们在股票发行的时候 交易的时候有费用吧 有 我们这里面有公司所得税 有个人所得税吧 也有 所以这是这个理想的一个资本市场 就是完美的 是吧 另外他说呢 这个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外部的投资者 和公司的这个管理层 掌握信息是一样的 那么再有呢 就是公司的经理呀 和外部投资者之间怎么样 也不存在代理什么问题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公司的管理层 他不会说为了资深的利益 而损害这个投资者利益 不会的 基于这样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呢 那么这个米勒和莫德格莱尼两个人就提出这么一个理论 就是古地的无关论 或者叫什么呢 或者叫做完全的市场理论 这两个人呢 他这个英文的名称 把他这个首字母拿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叫MM 这个应该不陌生吧 我们在这个资本结构理论那块不是讲过 MM理论吗 是吧 这个米勒和莫德格莱尼呢 这两位学者呀 基于上述的这个基本假设呢 就提出了这个古地无关论 那么按照这个理论呢 他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说作为这个公司的投资者呀 他对公司的股力分配这种政策的制定 他并不关注 说这个公司的净利润 有多少当股力分给投资者 有多少留存下来 然后将来获得更多的资本利的收益 他说这个怎么样 他们没有任何偏好 你多分我点少分我点都无所谓 那不是我关注的对象 那么再有呢 他说这个鼓励支付比率的高低呢 他说并不影响公司的价值 那么这公司价值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他说公司的价值啊 是由你的投资政策和获利能力来决定的 如果说你这公司怎么样 这个投资政策科学合理 选的项目不错 这个获利能力比较强 这时候怎么样 这公司价值自然就会上升 相反的话呢 如果说公司的投资项目呢 选的有问题 导致公司的盈利能力在降低 那这时候呢 你的公司价值怎么样 也会再下降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个题 下列呢各项鼓励理论中呢 认为鼓励政策不影响公司价值的 是谁呢 这个呢等到我们后边 把这个鼓励的相关论讲完之后呢 就比较好选择了是不是 像这里面的客户效应理论啊 信号理论啊 音鸟在手理论啊 这些东西都属于鼓励相关论 也就意味着呢 鼓励支付政策的制定呢 就会影响到公司价值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无税的MM理论 也就意味着这个米勒和莫迪格雷尼呢 两位学者呀 基于这个完美的一个资本市场假设提出来的 然后他认为什么呢 认为这个鼓励支付的政策和你公司价值不关 这就是无税的MM理论嘛 之所以叫做无税的MM理论 我们说了那个基本假设里面就是不考虑公司所得税 也没有个人所得税嘛 好了 证据选项呢 就应该是D选项 接下来呢 看一下这个鼓励的相关论 它的基本观点呢 也就是说这个鼓励政策的制定呢 它会对公司的价值产生影响的 在资本市场有效的前提之下呢 这个公司价值发生变化了 股票价格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是吧 股票价格呢 是公司价值的一个反应吧 是企业的一面镜子 关于这个鼓励的相关论呢 这里面有不同的这个理论 什么税差理论呢 这个客户相关理论呢 再有预鸟在手理论啦 还有这个代理理论啦 信号理论啦等等 这里面呢 你就需要注意一下 在不同的这个理论之下 它有什么样的观点 是我们重点需要把握的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税差理论 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啦 这个作为股东来讲的话呢 他拿到这个现金股利收益 这时候需要交税的 这个税率呢 通常来讲的话呢 要比这个资本利得收益 这个税率呢 要高一些 所以这时候呢 作为股东呢 就得需要全衡一下 是吧 他到底是拿这个现金股利收益好呢 还是拿资本利得收益好呢 那我们权衡的时候呢 就有个权衡的一个标准是吧 那就说看一下呢 哪个收益你的税收负担 最轻呢 如果说我们这里面 不考虑这个股票交易成本的话 我们说这个现金股利收益呢 它的税率 要高于资本利得收益的这个税率 所以说呢 要想使股东啊 这个税收负担轻一点的话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采取低现金股利的这种支付比率 这样的话怎么样 可以降低他的这种税收负担吗 那接下来 如果说在这里面呢 存在这个股票交易的这个成本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如何衡量呢 那就是说 有这个股票交易成本的存在 那好了 你这个资本利得收益 你所交的税 然后呢 和这个股票交易成本两者之合 去和这个现金股利收益交的税去比较 如果说呢 他们比这个现金股利收益交的税 如果高 那这时候怎么样 这时候呢 我们说 为了能够使这个股东的税收负担轻一点的话 应该怎么办 应该是提高这个现金股利的支付比率嘛 这不就OK了吗 所以在这里面呢 考核的时候也就是说 你到底是采用 到底是采用高的现金股利支付比率 还是采用低的一个现金股利支付比率 这是我们的考核点 好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客户的效应理论 这个呢 其实就是税差理论的进一步的一个拓展了 由于呢 这个股东啊 他的这个收入的高低不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税率的等级高低也就不同了 那在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股东这些投资者怎么样 属于高收入阶层是不是 那么高收入阶层的话呢 就意味着他的边际税率就已经很高了 因此呢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给他分更多的现金股利 是不是税收负担就太重了呢 因此怎么样 对于这些投资者怎么样 他就会比较喜欢什么呢 这个低的现金股利的这种支付问题 所以说怎么样 你就少分我点 就多留存一点的 那接下来 那么如果说呢 这些投资者属于低收入阶层 低收入阶层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的边际税率就比较低的 所以说这时候怎么样 你即使给他支付一些高的现金股利 也问题不太大 他的税收负担也不会那么重 因此呢 对于这些投资者怎么样 他就会比较喜欢什么呢 这个高股利的支付比例 是不是 你多给他分点 多给分点 他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不会额外增加他的税收负担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医鸟在手理论 按照医鸟在手理论的话 也就是说作为股东怎么样 他是比较喜欢这个现金股利的 公司赚了这个收益之后怎么样 你最好把那些全都分给我 这个我股东拿到手里面 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这个比较安全 所以说怎么样 他是比较喜欢高股利支付率的这种股票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了 比如说公司 这个净利润 这个一共是八千万 按照这个医鸟在手理论的话 你把那八千万都分给我们股东 那才是我们高兴的事情 公司说了啊 说这个钱我们这个少分或者不分了 说留着以后投资时 将来会获得更高的报酬 然后按照这个医鸟在手理论 他的观点的话 股东不喜欢未来的收益 为什么呀 因为你说将来会有一个更高的回报 是吧 但是那个东西怎么样 不确定 你还是把这个收益呢 全都分给我们股东吧 我们拿到手里面的话怎么样 应该说这个称赞的风险小 是吧 那你称赞风险小的话呢 我们说要求报酬自然就会降低了嘛 那要求报酬降低了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对应的权益资本 这么就会下降了是吧 那么你权益资本成本一下降的话 把这个当折现率 将未来的现金流折现 是不是就且价值就提高了呢 所以说怎么样 按照这个医鸟在手理论的话 通常来说怎么样 能够使这个股东的这个价值 能够达到最大 对吧 因为你实行的高股率的支付比率 他们承担的风险小了 要求报酬低了 所以说那股权资本成本就降低了 用一个比较低的折现率 去折现未来的这个股权现有量 是不是那个股权价值就会上升呢 关于一鸟在手理论呢 这里面是有一个西方谚语的 这个有个人呢 这个在这个郊区啊 有这个一片自己的庄园是吧 那些森林啊草地啊 盖的是很豪华的 然后呢 他的朋友就他的庄园来了 正好呢 有一只鸟这个落在手里面了 然后这位庄园主啊 为了在他朋友面前炫耀一下 他说森林里这个树都是他的啊 这鸟都是他的啊 什么飞行走兽都是他的啊 他朋友说了 他说 其实真正的落在手里的这鸟 才属于这个自己的是吧 那个天空飞的啊 跌跑的 怎么能都说是你的呢 是不是 这是一个西方的厌语 所以说按照我们现在话来讲的话 想那么美好的事情没有意义是吧 我们一个很好的活在当下 这是置关重要 想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的没有用 想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到来 也没有用 你就现在安安心心的在听老家讲财务 就扎扎实去听就可以了 有人说了 哎呀 你看我听完之后 将来考试的时候能不能如期考啊 你想那么多干嘛 说将来考试的时候得提 是一个是简单还是复杂呀 将来能不能考过 我想那么多干嘛 你现在就需要干嘛 要活在当下 扎扎实实的就听好 这时候的课就行了 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你不要在学这东西 啊 这一鸟在手里面不就这个东西吗 要把它运营到我们生活当中啊 你就没有那么多纠结事情了 接下来看个题 根据一鸟在手的鼓励理论呢 公司的这个鼓励政策应该采用什么呢 一鸟在手的这个鼓励理论 也就是说股东怎么样 是偏好现金鼓励的 给他的现金鼓励越多越好 是吧 那这样的话怎么样 我们说选项呢 应该是必选项了 就是高鼓励的支付力政策嘛 这就很容易做出判断了 是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理理论 所谓的代理理论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企业里面呢 它是有不同的立观人 其中的某一方的立观人 为了自身的意义 而损害其他立观人的 那么这种现象我们就怎么样 就存在有代理现象 那么这里面呢 就会存在不同形式的一种代理成本嘛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比如说这个股东和债权之间 会有这种利益冲突是吧 那么有这种利益冲突的话呢 我们就得寻求一种解决的这种途径和措施 这个我们在第一章都记住过的是吧 那我们说对于这种冲突的话 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他就会怎么样 希望这个公司怎么样 采取第一的现金鼓励支付力政策 那么为啥这样呢 因为债权人呢 他会考虑到 那么你利息能不能给我入期支付啊 这个本金到时候能不能给我啊 这是我债权利益嘛 那为了能够实现我自身利益 所以说公司怎么样 你应该是少分配多留存嘛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有充足的保证 来给我支付利息 到时候我能收回本金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股东和这个经理人之间 这块呢 我们说也会有冲突是不是啊 这里面提到了 他说为了能够抑制这个公司的管理人员怎么样 随意的支配那些自由现金流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了 他应该是高估计支付还是低估计支付呢 我们说应该采取的是高估计支付 为什么公司没钱你干坏事你也没法支持了是不是 没钱你还能干啥呀 没钱你还能够出国跑玩去呀 对吧 那好了 那么对这些自由现金流怎么样 更多的都当鼓励分下来 你要享受 你得去赚钱 是不是 你不能够说把公司那些自由现金流量啊 你随意的去支配 然后就恶意的去消费它 那就是损害了我们股东利益嘛 所以说怎么样 把那钱当鼓励分下来啊 分下来 再有呢 就是中小股东和这个控股股东之间 我们说也会有这种冲突是不是啊 通常来讲的话呢 这个控股股东呢 就可能怎么样 会做一些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情吧 那咋办呢 公司有钱了干嘛 有钱了你就都分下来吧 多分点鼓励 我们这些中小股东 这个没有那么重的话语权是不是啊 钱拿到手之后 我们自己投资去 自己投资去 不受你这个控股股东的摆布 是吧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控股股东就为了资深利益 结果投到那项目上去之后 我们中小股东怎么样不满意 但是呢 你又决定不了 又决定不了 因此怎么样 最好把那钱分下来 不让你控股股东怎么样 烂花钱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烂花钱的话 就损害了我们中小股东利益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信号理论 也就是说作为公司的外部的投资人 和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 他们的掌握信息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你比如说公司的董监高 掌握着公司内幕信息 那你外部的这些投资者 你是不清楚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会借助于股率分配怎么样 往后传递出相应的信息来 然后呢 这个股率支付的比例高啊 或者低 然后呢 对公司的未来的经营状况啊 还有未来的发展前景啊 你就可以做出判断 是吧 那么当然呢 对于这个股率支付的这种信息 可能不同的投资者呢 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那么就会做出不同的一种价值判断 是吧 你比如说呢 这公司哈 它实行的什么呢 实行是高股率的支付比例 那么高股率支付比例 你怎么理解呀 说公司啊 这个今年发了这么高的股率 估计未来啊 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发展前景 没有什么好的项目可用 如果说未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啊 有好的项目 好的投资机会 它就应该把这钱留下来 满足未来的投资要求啊 所以说未来的业绩 应该不会有大幅提升 你如果这么来做的话 你的判断是什么结果呢 这股票怎么样 我就该减持减持吧 该卖卖吧 如果要是买股票的时候 这样的公司算了 别买了 未来没有什么发展潜力 你看 这就是通过高股率的这种支付信息 你做出的价值判断 对吧 你要持有股票的话 你会减持 你如果是潜在投资者的话 你不会去涉足该股票 当然了 也有些投资者呢 做出跟他完全相反的判断 说公司今年能够支付这么高的股率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你今年如果支付的股率多了 明年如果支付少的话 那公司形象不好看呢 你看今年都能支付这么高的股率的话 那公司业绩应该是不错的呀 未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如果是这样来想的话 怎么样 你就会继续增持股票 对吧 所以现在手持股票 我不会卖掉 比如说我现在我想买股票 那我就买这公司股票 所以说呢 通过这种高股率的支付信息 不同投资者 你看是不是做出不同的这种判断来呢 然后就引导着他有不同的这个决策行为 是吧 其实呢 我们说这种信号理论呢 我们说起来还是比较抽象 其实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 都是自觉不自觉的都在用信号理论 你比如说 你在听咱们正宝会计网校的这个辅导 那你在听这个正宝会计网校的我们这个辅导 你在整个的培训市场里面 你整个做没做过调查分析呢 有这么多的大小的培训机构 你是不是一家一家一家你都去调查过呢 我相信你肯定没有 如果把我们这个整个培训市场的大小培训机构 你都正调查一遍的话 好了 我们开始考试了 你都没有时间复习是不是 那你怎么就能选到了我们这个正宝会计网校呢 我看听到了啊 这个我们去年的考生 这个在咱们这学的挺好 这个过关了 那个朋友说呢 在咱们这玩笑学的挺好 他过关了 那你看看 我周边的有十个人 有八个人都是选择那么正宝会计网校了 那怎么样 那我也就选择正宝会计网校吧 那我这种选择 我们说怎么样 不一定是最优的 但是可以保证你肯定不是最差的选择 明白了吗 这叫信号里的 这个信号里的 比如说你在听我老蒋讲财务 我们讲住块财馆的有这么多个老师 对吧 每个老师都有他的讲课的那种方式方法 都有讲课的各种风格 对吧 大小培训机构 咱们这么快就往校还那么多老师呢 往里现在你在听我老蒋讲财务 说明你符合我讲话的这种口味 对不对 这种风格你是接受的 说张三说 嗯 听老蒋的吧 李四说 听老蒋的吧 然后你就听老蒋来了 那你对我们这些大小培训机构啊 你调查半天 没用 对吧 所以你听过来的话 嗯 不一定老蒋是最好的 但是应该不是最差的 是这个意思吧 这就是我们讲的信号理论 还比如说 我们到外地去旅游 说到外地去旅游的话 哎呀 我得到哪里去吃饭呢 那就告诉各位 你怎么去选择呀 难道不成你把那个旅游当地的每个餐馆都调查一遍吗 不用 往后大部分到这个十二点了 到饭口上了 开车转 看看怎么办 看哪个饭馆 人最多 车停的最满 那就进入这个饭馆 那么这个饭馆 不一定是当地最好的 最实惠的 但是绝对不是最差的 然后你到那里一吃饭 安全权 为什么安全权呢 那么多人在这块吃饭 应该不会被宰 价格应该相对公道 再有呢 在这样的饭馆去吃饭的话 应该说食品安全性会更好 因为怎么样 这么多人在吃饭 说明食材的流动性比较强 那就说能够保证食材的新鲜 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吃饭 饭馆咋 盖的可豪华了 外边 车几乎没有 你进去了 你想想 第一可能会被宰 是吧 可能这条鱼 你可能是二百块钱 要你一千 被宰 第二个情况怎么样 这么大的一个饭馆 食材的储存量会那么大 没人去吃饭 那些食材可能是一个月之前储存的 往你上去吃去了 往吃了闹肚子了 你说你这个旅游 是吧 就心情不舒畅了吧 这就是讲的什么 讲的信号旅游 所以这么一听起来的话 确确实实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没那么抽象 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 好吧 接下来 看个题 下列呢 关于股利分配的说法中呢 错误的是哪个呢 给选一下 税查理论认为呢 当股票资本利得税 与股票交易的成本之和 如果大于股利收益税的时候 应该采用高现金股利支付率政策 这样的话怎么样 股东的税势负担应该会更轻一些 这种表述是正确的 选一下 客户效应理论认为呢 对于高收入阶层的投资者呢 应该采用高现金股利支付政策 那我们说你高收入阶层的话呢 就意味着它的边界势力就已经很高了 你再采用高现金股利支付政策 那么它的税势负担不就太重了吗 这种表述就不对了 选一下 一鸟在手理论认为呢 由于股东偏好当期的股利的收益 胜过未来预期资本利得 应该采用高现金股利支付政策 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不想承担过高的风险 所以说怎么样 你多分外点现金 我是比较高兴的是吧 第一选项 代理理认为呢 为了解决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应该采用高现金股利支付政策 从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这种表述是正确的 那么让我们选择错误的 那就打X这个呗 应该是B选项 是B选项 是B选项